1月16日下午,有媒体记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文联百花迎春彩排现场发现,央视原著名主持人周涛以中国文联2019年百花迎春大联欢总导演身份,正在认真指导节目彩排,与当年主持央视春晚的形象相比。 周涛依然端庄大方,气质优雅,虽然没有化妆打扮,却依然年轻漂亮。周涛在指导节目中变成了女汉子,他坐在导演席上,对每一个彩排节目一一一进行审看,指出节目中的不足。 据悉,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19春节大联欢将于1月1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